5月是温馨的节日一时感恩的季节 张湾县府文化局从4月27号起至5月11号的周末 将办理四场次的感恩晚会乡镇巡演活动 县展文汇美表示四场次的活动 邀请到台北爱乐馆弦乐团 明华园戏剧总团以及怀旧金曲歌手 将在园林、花坛、普新以及鹿港盛大来演出 免票入场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 迎接温馨的5月 张花县政府今年结合母亲节 以感恩为主题 举办四场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 第一场邀请台北爱乐馆弦乐团 4月27日晚间7点半 将在园林、园林园盛大演出 第二三场邀请到明华园戏剧团 将在5月4日及5日晚间7点半 分别在花坛国中及普新香儿童公园接力演出 由无敌小生、孙翠凤、领弦竹燕 上演剑神女动兵、曹国舅上棚来等经典大戏 近去年乡镇艺术巡回 我们是结合剑线300的系列活动 风评非常的好 今年我们乡镇系列巡回活动 我们就结合母亲节 用感恩晚会的模式来呈现 我们在4月27日开始先有台北爱乐 在园林的园林园来做演出 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5月4日这个礼拜 就有明华园分别在花坛以及在补星来做演出 张华县四场感恩晚会 乡镇艺术巡演第四场与母亲节前夕 5月11日晚间7点半 在鹿港一家度假村 有怀旧金曲演唱会 邀请叶爱玲、殷正阳、郑怡 南方二重唱、邵大伦及陈梦贤等 六组知名歌手轮番演唱 那最后一个礼拜会是在 我们母亲节前夕礼拜六 在鹿港的亚太这个会馆里面 做我们怀念金曲的一个演出 那场场都非常的精彩 欢迎我们子女们带着爸爸妈妈们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想母亲节除了是吃饭 除了送礼之外 还可以让母亲有更多的这个表演 我相信妈妈一定会更加的喜欢 去年乡镇艺术巡演 配合彰化建县300年 深入县内八大生活区 让县民都能感受庆典气氛 广受好评 今年四场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 县府欢迎乡亲踊跃参与 记得熊心意展画线采访报道